一家世界排名前50 曾获全美第一的米其林餐厅主厨 竟然是个没有味觉的人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格兰特·阿卡兹 世界分子料理大师 芝加哥三星米其林餐厅 阿里诺的主厨与创始人 从成为名厨到失去味觉 再到王者归来 他的人生经历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阿里诺餐厅在餐饮界 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 如果你第一次去 可能连门都不知道怎么进 里面的布局非常奇怪 让人天旋地转 你以为是走廊的地方 其实只是视觉错觉 在这里用餐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还有多少惊喜在后面 比如这个透明的漂浮气球 它竟然也是一道菜 格兰特的目的很简单 他想让顾客对菜品 时刻保有好奇和惊喜 这也是分子料理的特点之一 即把一种食材 变成从未有人见过的样子 或者用从未有过的烹饪方式 将其改头换面 就像这些番茄做成的草莓 他的菜名就是草莓还是番茄 玩的就是一个惊喜感 而格兰特的这些奇思妙想 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四岁半年 格兰特父母开了家餐厅 他也因此常年待在店里 和厨师们混在一起 某天 有位想法奇特的叔叔 突然用酸黄味卷着薯条吃 格兰特又嫌弃又好奇地 跟着尝了尝 没想到 竟意外好吃 这让他很不理解 那位叔叔就耐心地 跟他解释 因为这种搭配了包含 淀粉 脂肪 酸味 咸味 各种味道 是相互平衡的 总之十分玄妙 这让格兰特一下子 就爱上了烹饪 尤其是创新烹饪 16岁时 他就会用橙子皮 和欧芹来装饰煎蛋卷 只不过被父亲 指责为浪费时间 对格兰特的父母来说 料理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含义 这跟格兰特所追求的 大相径庭 所以啊 从朋友学校毕业后 他并没有接管自家餐厅 而是去了偶像 查理特罗特的餐厅实习 查理是美食创新界的佼佼者 格兰特也是因为他 才了解到了精致料理 可与此同时 他也经历了厨房战争 许多被偶善的厨师 总会拆新人的台 等着看他笑话 查理对待厨师 比想对待机器一样 只是操控人 去做一些工作 厨师之间 完全没有彼此配合的感觉 这让格兰特感到异常枯燥 甚至开始质疑 关于烹饪的一切 所以最终 他带着满满的挫败感离开了 离之后 格兰特偶然看到了一本杂志 里面提到了一家名为 法师洗衣房的新餐厅 他介绍的理念 与自己颇为吻合 于是格兰特有了新工作 法师洗衣房老板托马斯 是个瘦高大叔 曾获得过全美最佳主书奖 但他的性格却十分接地气 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甚至连拖地都自己干 这让格兰特十分欣赏 他立志称为 跟托马斯一样的主厨 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不久 就自创出了这道 鱼子酱哈米瓜 还被托马斯加入了餐厅菜单 因为格兰特的创新精神可佳 托马斯专门让他 去斗牛犬餐厅工作了一周 斗牛犬是世界顶级分子料理餐厅 几乎获得过餐饮界的所有奖项 而这趟旅程 也让格兰特受益匪浅 他在那里 暂时到了如玻璃般 半透明的意识规范 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 创新菜肴 吃饭 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刺激人的思维 所以回去后 格兰特就开始了 自己的探索之路 他用油风压腿和松露 做不好酱的意大利饺子 在烹饪上玩各种 不怎么食用的新花样 这跟托马斯的烹饪理念 并不相同 格兰特意识到 自己必须离开了 因为他不想被别人的规则束缚 他来到特里奥餐厅 首次担任了主厨 并在那里遇见了尼克 也就是他未来的合伙人 尼克在吃过一次 格兰特的料理后 就被惊艳到了 于是决定 自助他开下自己的餐厅 这也是格兰特多年来的梦想 感人一拍即合 那天以后 野心勃勃的小伙 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他要做全国最好的餐厅 各种创新菜式 绝对要与众不同 比如这道菜 看起来不过是一堆 染色的木头 猫子是要把旁边的串串 放上面烤着吃 可事实上 当你吃完后 服务员会把它端到旁边 然后拔开灰烬 拿出一块 被海带包着的鸡腿肉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菜肴 这就跟开盲盒一样 不知道最后 都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就是 这个枕头 它其实是用挖器封存的 香腥味道 但用餐时 连带气味一起享受 这种体验和记忆 都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开业第一晚 阿里诺餐厅 就迎来了一众美食家 两天后 纽约时报 就用三个版面 专门报道了他 阿里诺很快成为了 全美武食家 一时间风头无两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先前 在自理药当主厨时 格兰特就注意到 自己舌头上 有个小白点 吃热的 或刺激性食物时 就会疼 但他当时并没有注意 每天忙于工作 后来阿里诺的胎业 格兰特就更没时间了 还是尼克 注意到了他状态不好 于是拉着他 去医院检查 两天后 格兰特就得到了一个噩耗 他患上了口香癌 目前已经是四臂歇断了 医生说 必须摘除掉 舌头的四分之三 以及整个 左下颌骨 和颈部两色组织 这样才有 30%的存活几率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这对一个厨师来说 简直无法接受 于是格兰特决定 放弃治疗 就这么安静 等待死亡 事已至此 格兰特的死 似乎已成定局 所以他和尼克准备 先发个媒体声明 也算是对阿里诺餐厅 有所交代 可就在这时 芝加哥大学 联系了他们 说有一种 新型治疗方式 可以不用手术 并且有 70%的存活几率 问格兰特 是否愿意尝试 这简直是 六岸花名呀 毕竟格兰特 还不到30岁 能活着 当然不想死 于是他接受了 为期12周的化疗 那段时间 他每天清晨 5点半去医院 然后回餐厅 准备工作 接着再去医院 做第二轮 然后再回来工作 期间还要忍受 放疗的灼伤沉没 咽喉部 几乎全部坏似错落 包括他的味蕾 医生也不敢保证 他的味觉以后 还能回复 但格兰特 并没有放弃 他想向世人证明 阿里诺会一直创新 所以他开始 在纸上扣死新菜 把详细的做法 调味全部记录下来 酸度多少 甜度多少 硬度多少 这些都反复确认 在餐厅员工们的帮助下 格兰特开始 靠这种抽象的方式 理解味道 这场病 也让他深刻理解到 如何当好一名主厨 因为之前 他总是亲力亲为 创新菜式 几乎不跟员工讨论商量 但现在大家 可以集思广益 思维也更加发散了 这让阿里诺 也在不断进步 半年后 格兰特的癌症 痊愈了 慢慢的 他的味觉 也在一点点恢复 可幻命时的经历和体会 他永远不会忘记 格兰特迎来了 第二次生命 他把更多精力 都投入到餐厅和烹饪中 那些精致又新奇的菜品 总是不断刷新着 人们的想象 格兰特也不满足于现状 他计划着 把整个餐厅 都翻新一遍 包括菜单 新技术 服务风格 这些改变 无疑会面临着 毁掉生育的风险 但一个死过一次的人 是无所畏惧的 即使是推翻自己 从头来过 我是拉环 关注一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 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